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你好 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说起这个师父这个犯态对于和那个369关节和百命年 这三个哪个对我们影响更大一些呢 师父 其实最影响大的还是369 369 因为人的节数不断 所以说千节难遇 百万节难逢 就是说的一个人的一生有不断的节 你想想你小时候有时候摔一跤差点把眼睛摔下了 或者脚扭一下说不定一生就残废了 这些都是节 大节小节千节万节 所以一个人的节数不断 就是这个道理 刚刚好了又倒霉了 又倒霉了又开始好了 就是不停的在节当中在前进 就像现在我们走路一样 在这个一会儿搬一跤 一会儿找不到路 就是在这种节数当中 我们在进步 我们在往前进 所以呢 369呢 它是避不开的 每个人都避不开的 这是一个 那师父 这个369是避不 就是说它是一个定处吗 这个369 对啊 就是人的命中当中 这个369相当于 人家说七三八四啊 人一定要走掉一样 那师父 这个369的时候 那我把奖金三十英国 他上一阶子的时候 他比如他33岁 情善积德 做了很大的功德 那他今生的33岁的时候 对应的是不是就 顺利啊 就顺利很多了呀 他比方说他上辈子 33岁的时候 他积了一个很大的 这个这个应得 非常好 那么这辈子33岁 他就没有大的灾难呀 哦 是这个概念啊 人家有大灾 他也应该有 但是他就过了呀 嗯 过了 哦 那师父 你说这个百命年啊 那百命年对我们好 还是不好呢 本命年是不好呀 本命年们不好 本命年们人家说 犯太岁们 就是因为 每一道一个属性 啊 是本命年的时候 就是说特别看住 他们紧 比方说举个简单的意思 今年我们要对 某一个领域 管得特别严 那么 那么今年就是对 经济领域 要管得特别严 那么今年就进去 到明年 我们要对 知识界领域 管得特别严 那么明年就是 知识界领域 现在我举例子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对对对 那是不是 讲起十二生肖 那十二生肖 那么这种十二生肖 生肖与生肖 这边也有相生和相克 那当然 相克相生多了 实际上你 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一下 你们家里 比方说 孩子跟你啊 太太跟你啊 如果生肖合的话 你们就比较顺 生肖不合的话 两个人就不顺利 嗯 那是不是 打个比方吧 这个 就是叫 哪个不合 叫鸡犬不鸣 对啊 对啊 如果前世 找个比方吧 前世 他俩 冤结很重 就可能被 一个投鸡的 一个投狗的 是这样理解吗 师傅 对啊 有这 不是不是这么理解 不是这么理解 这个投鸡投狗 并不是他的 但是就是说 他的冤结重 他投到这个属性 正好是跟他就犯冲的 哦 那你说 就是投鸡投狗的话 也不是从小 吵到了一辈子老的 只是婚姻这一段嘛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比方说爸爸 爸爸妈妈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 比方说是鸡 跟爸爸是狗 两个人吵到他结婚了 他跑出去了 那不就是缘分也没了吗 他并不是说 一辈子的 他也是根据他的冤结来的 哦 冤结来的 师傅 那其实这也是中华 十二手像 也是中华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那师傅呢 他有那投这个手像 就是说 数啥数啥 他是有什么来决定的呢 师傅 这个人家说 就跟阎王老爷有关系了 哦 因为你投胎的话 基本上都是地府管的呀 地府管 你就是天上踢下来的话 天上做错事情下来的话 也是经过阎王老爷 反正人间就是阎王老爷管的 哦 但是天上管地府 就这么简单 简单了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那师傅 那我们再从一个角度 从国家角度 看我们如何 刻在这种 医学呢 比如周一啊 八卦啊 六一 这一块呢 师傅 很多 社会科学院也会研究 关于中国 凡是传统 列为传统的东西 对对对 都要研究的 易经啊 中国有易经学会啊 这也是非常正能量的 对不对呀 包括人体科学啊 很多的科学领域 都是我们探索要研究的 只要你不要去把它走偏 不要去对人类社会 做不好的事情 你只要人正 对不对呀 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研究的一部分 你当然研究出来 也是很正啊 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 很多东西都是精髓啊 并不是我们 几辈子能够理解的 对不对呀 对对对 你就包括今天的 皇帝内经 它很多的元素 和很多的药材 并不是说 你今天就能研究出来 因为很多药材 它并不是完全 发挥着它的能量 它和某一种植物 合在一起 煮出来的 那可能会治另外一种病的 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的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一个 是一个无底洞了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奥的一个 一个一个 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知识啊 文化 它靠不断的去研究 去发展 去探讨 所以大家只要正能量 正能量是什么呢 不要把它去想偏 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了 谢谢师傅 那有个同修 说是 师傅您能从传统文化 讲一讲这个善这个字 中华有叫我们 欺负从善 要做个政治善良的人 这个善是怎么讲的 善嘛就是 至少你内心本性 要原谅人家 对不对 不要跟人家结冤结仇 就是善嘛 对不对呀 你老跟人家结冤结仇 你就变成恶了 所以善是什么 善就是说 能够原谅人家 就原谅人家 其实善是什么 善也是一种统战呀 对不对呀 你看看 你看看中国革命 那个北平和平解放 不就统战成功了吗 对不对呀 对对 大家站在统一战线上 大家都在一条线上 家里吵架也是统战的 爸爸把妈妈说服了 就是妈妈听爸爸 妈妈把爸爸说服了 就是妈妈听爸爸了 对不对呀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靠一种理念性的 概念性的 去让别人理解自己 你让别人理解自己 别人 你自己就能理解自己 因为别人理解你了 别人不跟你闹了 不跟你吵了 不跟你告你了 那你是不是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优势啊 所以有时候 对别人好 就是对自己好 这句话 本身就是个哲学嘛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对吧 那师父 我这个善是一个孔 如何理解这个孔呢 这个你是说 你这个是测字了 你这个是测字了 善是什么 你看善上面两点 就像小孩子 小女孩两个小辫子一样 对对对 你一看这个善子 就本身就知道 这是一个天真无邪 这孩子 他是要善就是从 我们说从小就懂得善 其实善心的人就是返回童真啊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上面一个王字 对不对 王字什么呢 心中 有助足 有助足你的慈悲 有助足你的慈悲 你心中的王是什么 王就是我的善良的本性 就是我的王 对对对 对不对啊 你说再两点 再两点一个口 那就是个人了 对不对啊 人开口哈哈大笑 那其实这个善子用在名字上也是不错的 你现在因为我是只是跟你讲的善子的大意 但是如果你要测字 你今天说我今天想测一个善子 那我就能测出你的心情了 哦 是这样啊 因为这个东西他有他从心理学分析他有道理的 很简单 你今天想测一个什么字 实际上这个你测一个善子 说明你心中有恶呀 你想善 但是心中有过去做做很多恶的事 所以那些测字先生他有他的道理的 用现在讲究谁是归类就是心理学呀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说对不对 你现在现在谈恋爱啊 我我我从心理学来跟你讲一个事情 你比方说人家一个小男孩 一个男孩子在谈恋爱 对不对啊 这个女呢跟她呢从来不讲 大家是 这正常的就是那种关系 只是代表大家代表朋友关系 嗯嗯嗯 那么你就是想到底想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爱爱你不爱你 到底想不想跟你交朋友 还是想嫁给你呢 嗯嗯 那么你可以做三步 对不对啊 第一步你真诚 对不对啊 嗯 第二步你就放放下放弃 啊 第三步你就柔情 就是三个 那么怎么来做这个呢 很简单 女子来打电话给你 你就跟他讲 啊 你先跟他讲啊 啊 你可以对他好一点 啊 希望他能够啊 今后将来发展更一步关系 对方肯定说不要 我们还是先这样比较好 对不对啊 嗯 我讲的是个心理学方面的例子啊 嗯 第二步那个女孩子 讲了之后 那男的说 那女的说 今天晚上你有空啊 你就跟他说没空 对 那我今天晚上有约 你跟谁啊 我跟另外一个女孩子 你爱他吗 我也不爱 嗯 那你为什么要不跟我跟他 我讲不清楚 我老觉得你 对我 不是这种 没有这种真爱 对对对 那么第三步呢 这个女的就会讲了 那就算了 对 啊 然后你说 其实我对你印象也挺好的 然后呢 女的说算了 电话挂掉了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在心理学 学上叫什么呢 就是叫悬 悬念 就是把它悬住在里 接下来呢 接下来以为好了 人家做个实验了 接下来以为好了 完了 他其实这个男的很爱这个女的 你用这个方法一来 你不是完了吗 不是 过一会儿铃响了 晚上 一起看电影好吧 你再答应他 这个 通过这一步来证明 这个女的到底爱你不爱你 爱的深不深 心理学上就是讲这些东西 探测性 试探性 对不对啊 他有一个保留性 有一个温柔性 还有一个成功性 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东西要研究 每一行都是 它是有很多的高深莫测的东西在里面 就像中国的这个八卦 易经一样 他为什么能算得准呢 你告诉他 你告诉我为什么算得准 你就是探测天气一样 你天文台 你为什么能探测天气啊 这里面有太多的 人间的物质在里面 比方说 云太多了 这个 气温的反差了 昨天的冷空气了 南下了 然后加上你现在的气温反差的热能量 融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负能量 那就是下雨 那你从天气上再讲 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对不对啊 你要从心理角度上来讲 你下了好几天 雨了 你肯定会天晴的 谁都懂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教育吧 应该是 云地教主龙王 就是来行云不语啊 雷公见目 但是他们没到那个时刻 没让语 但是他出现那种乌云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准备 而我们人生的气象 才就探测到有云云 就意识到下雨 是这样一点 乌云本身已经是一种云和气的结合体了 云和气 因为云乌云 它乌云它不是 本来不是乌云的 云是白的嘛 谁都知道 为什么会有乌云的呢 因为它一种 这个人家说 人间那种蒸发上来的水蒸气啊 软软上升了 它跟那个云合在一起之后 如果你云压不住它的水蒸气的那个能量 就比方说它的阴的能量 那你就变成黑了 那变成黑的话 你很容易下雨啊 是这个概念的 那时候古代有些帝王嘛 他们就是说有些 就刚喊了 这个皇帝不是祈求上天降雨吗 这种也有成功的例子 或者是高宗打 有的有的 它是这样的 一般的你不要去跟 这个 这种 平时 不要跟这些挂在一起 真的求龙王降雨了 从天上降雨了 就是中国古代讲旗 接东风这些 实际上它已经通过一些法术来达到目的 并不是正常的 你不能说一下雨就是龙王出水啊 这是有概念的 这是有区别性的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提案 师傅我说那个 那以后古代张姐牙他封神 为什么自己没有封神呢 张了那么一大堆 对他自己没有呢 像这些问题 实际上就是看个人的境界了 一个人不断的布施 他自己根本不要 他才布施的嘛 我讲这句话就明白 他如果对民意 赚罪得很重的话 你说他为什么封给你们呢 他封给别人 他自己就无所谓了 今天我能布施给别人 我就自己对这些人间的物质无所谓了 对对对 师傅你最好意思 这是一个人的境界 境界问题 要学 要好好学 你们有时候人间境界太多 所以你们很容易糊涂的 明白明白 学过不容易 现在很多人都在看佛陀传上面 有讲分享我的善业和功德 请师傅开始 分享善业和功德 和我们这功德转为他人功德 有什么不同呢 师傅 你自己功德转为他人功德 实际上就是无我 因为你在做很多功德 你觉得根本我没做 是人家做的 对不对 那你无我的话 你这个境界高不高了 高 你本身又高了 你本身又高了 对不对啊 无我 无我的精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现在话就是只有众生没有自己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毫不利己专门力 对了就是我为人人啊 不要人人为我了 对不对啊 因为我为人人的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是一个因 你你把这个因种下去了 人人为你那就是个果报出来了呀 对对 对不对啊 你你把这个因种 谢谢师傅的 其实师傅啊 有这样一种 明天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那个柳心啊 胡心啊 这些是心定的 不心持 不心戒 不心戒者 他是心定 不心戒者 请师傅开始一下 心定而不心戒 是什么 是什么种概念 如果学佛人走入这个误区 是不是也会坐落成这样呢 嗯 会的 追求太多 执着的修行就会走偏 一个人修行太执着了 他就会走偏 嗯 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一定要怎么样 那他最后就是魔上神了 但是呢 至于他因为他修行 他也是有法力的 他也能修成 所以这些人修偏的话 就变成妖魔鬼怪了 哦 你说现在很多人走偏的 对不对啊 他就拿佛法的一道 一套东西 来掩盖自己的缺点 再拿佛法的一套东西 去攻击别人 首先 佛法本身就叫我们 不要掩盖自己的错误 佛法让我们不要去攻击别人 他拿着佛法的一些理论 去攻击别人 掩盖自己的错误 你说 他是不是魔啊 是不是走偏了 说的 明白了 那师傅 你像这些走偏的这边 你像刚才说的这些 他还有将来成就得度的时候 很难了 他很难了 看他自己作孽的大小了 他如果自己在作孽的话 他完了 那 那说 那心意地方的那些 就是 坐骑啊 什么 就 佛法本的坐骑啊 或者神经的位置都下来 这个下跌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如果一个被收回去的 比方说 皈依正道了 过去是个魔 收回去 大不了就是一个 做功德 就是菩萨一个坐骑啦 就是这样 因为他不可能再得到善道了 他不可能再 在自己的位置上 收得很更好 没有了 哦 我看你 这种关心 他都是在度化他们 对呀 度化他们收回去 你说 收回去他的级别 他能得到 正等上等 上等上等商品 不然 不可能的呀 嗯 收回去也是到天界 不可能收到 收出六道 什么 红孩 那红孩还是最幸运的 做了善才同意 对呀 那这种本身就是根性不一样 他是善根性 不得重啊 还有的人列根性太重啊 对不对啊 嗯 现在还有的人还在诽谤 他诽谤好了 讲老实话 他能损害 损害这个这个正法的 一根毫毛不了 佛陀2500年到今天 大家都在学 不断的有人诽谤佛法 对不对啊 嗯 你说佛法今天为了 这些人诽谤而倒掉吧 不可能的 对不对啊 我昨天给他们 开始的时候还讲了 当年佛陀 为了弘扬佛法 很多人都不相信啊 拜日月天神啊 他们根本 也没有听到过佛法 对不对啊 那么佛就 运用神通 释迦牟尼佛运用神通 浑身发金光 那个人一看见佛陀那样子 马上跪下来就相信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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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的 此理解释 师傅啊 就是说是你看 你看看我带着您的问题 就是现代社中 很多社群发现 就是说 就是有很多社群 用人间的软理道德 为转的去助人 重新呢 感觉用软理道德去助人 如果职责的话 很容易证人 因果而造经验 已经有很多人 在软理道德上 是可以认定是对错 但是从因果上来讲 是没有对错 只是重因而得果而已 真正要讲 对好人而不到心 也必须用因果观为单单 辅佐 辅佐以软理道德教化 把软理道德框架 在因果观之内 而不是让软理道德超越因果 没有对错 是非之心 这样就不容易动然因果 因为是非要理解对吗 这个软理道德很容易说 软理道德呢 和因果呢 其实呢 跟你们讲是差一个 差好几个级别了 软理道德讲到底 就是人间应该守戒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守着法戒 对不对啊 我们守着天上的戒律 我们守着 要菩萨的戒律 守菩萨戒 那你说跟软理道德 差得太远了吧 软理道德是一个 做人应该基本做的 不要欺骗别人 不要伤害别人 就像 就像武戒一样的 不要喝酒 不要偷盗 不要邪淫 不要妄语 对不对啊 不要杀生 那最起码人应该做的 不是说你学伯才要做的 你做一个人能杀人吗 你做一个人偷盗吗 你做一个人能妄语吗 说谎话吗 现在的人至少因为 他已经人在人道 但是他行的是畜生道 所以才把人道的标准 仁义理智行告诉你们 你们要做人啊 你们要做好人啊 要做圣人啊 圣人就是好 比好人还要好的人 叫圣人 只是提醒 并不是说你已经像人了 因为很多人 人 所以为什么叫做 批的一张人皮的狼啊 对不对啊 对的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你 就是就是 诸狗不如啊 你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啊 你因为人是像人 但是你背后做的那些 阴暗角度丑事呢 对不对啊 对 最怕你讲的好了 有什么用了 要行动的呀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来私立台事 师傅 我跟您最后一个问题吧 您在记者开始的时候 从讲到这么一句话 你从心里觉得这句话 有很很高的智慧 就请师傅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叫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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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定 刹那 便是永恒 请师傅 开始一家这句话吧 嗯 讲得清楚点 我好像 没听清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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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定 心灵 心灵的 即是 一个木 一个 心灵 静急而定 刹那便是永恒 这个是很简单的 静急 等你静到 几点了 就是到了 到了这个我们说 无限了 一个人完全静得下来了 其实讲到这里 心灵 心灵 完全静了下来 对不对啊 后来就产生果了 果报是什么 最后两个什么字 嗯 他说是 马 便是永恒 不是 不是 心灵 静急 后面两个什么字 而定 而定 好了 入定了呀 禅定了呀 哦 这就是果呀 因为你心灵 静得来 已经到极限了 你就禅定了呀 嗯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嗯 刹那便是永恒 哎 刹那 刹那什么意思啊 一念善 一念恶 一念善 你进入天堂 一念恶 你下地狱 所以脑子里只能尽善 不能尽恶 对不对啊 所以刹那就是永恒 为什么 你今天一刹那 心里一想 我杀了他算了 好了 永恒是什么 你永远下地狱了 对对对 你的脑子里一想 今天这事情不能做 我要做菩萨 一刹那 你的脑子里进入菩萨界了 然后你这个功德无量了 你救了救人一命了 你你以后死了 你不就 到天上不就永恒了吗 哦 就明白了 啊 就这概念 啊 谢谢师父了 谢谢大家 师父 今天晚上的期节目再带 反正师父 反正再说你走吧 师父再见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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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喂 师父 你好 感谢师父 没想打通了 师父你好呀 师父 我那个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那个同修的爸爸去年69岁的关节 下半年突发轻微脑血栓 邻居发现及时送了医院 同时也放生了两千条的鱼 渡过了危险期可以走路了 然后同修后来把爸爸的照片带去新加坡法会 然后爸爸当时在家里突然感觉不舒服头晕 躺下来休息后 当天就浑身出热 就出 当天就浑身热出了一身汗 第二天他就说有力气了 不用煮拐匠了 同修最近才得知 爷爷的粉有问题 父亲说爷爷是出事故走的 走的时候比较痛苦 大灯脉出血 流血流光了走掉的 埋葬时候挖坑 下面出现了两具棺材 已经到现在有40年了 当时邻居们也怕重新挖坑不及地 就算了 直接处葬了 想问师父 他父亲这个病是否和这个有关 有关 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处理 一定有关 他的父亲一定对他的爷爷不好 对他爷爷不好 不是因为父亲的那个棺材下面还有两具棺材 对他爷爷 当时买它的时候 他爷爷知道有棺材 他就买下去 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在另外挖一棺坑好像不及 这就是不是怕麻烦 是怕花钱 哦是这样啊 那现在这个爷爷的棺材要怎么处理啊 最好能够移坟 否则他们家里一家都会倒霉的 哦 多花点钱 叫人家把它抬出来 边上再去挖一个 不能重叠在人家鬼身上的 嗯 哦 好的 那这个要给爷爷念多少小房子啊 49张就够了 49张是吧 哦 谢谢师父 嗯 师父 还有就是有一位同兄嘛 就是那个马来西亚新代师的 嗯 他想问师父 他不确定 他不确定自己的莲花有没有种上去 他说他当时名字是报了 但是担心自己的莲花没有种上去 想问一下师父 我们自己一般怎样判断自己的莲花有没有种上去 晚上做睡觉之前问菩萨啊 菩萨会给你拖个梦的呀 那如果菩萨不拖呢 一定拖的 一定拖的 明天不拖明天拖的 哦 师父问菩萨为什么比你们快了 我做梦都不要做了 我现在一问菩萨 那师父真是比我们大呀 对啊 就是讲给你听 他会有效果的 没问题的 哦 就是晚上求菩萨对吧 对 啊 谢谢师父 嗯 师父 还有就是同兄想结两个梦 嗯 这位同兄 马来西亚回来以后 有一天早上梦见在大法会的现场 穿着义工服 但好像不是挂牌子的正式义工 在那边跑来跑去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了 插花族 然后有一位中年男的 不知道 不是中国人 感觉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的 嗯 他就问同兄有没有空 帮忙弄一下花 然后教同兄放花 然后花只有花朵 没有叶子 然后刚刚开始教师父就来了 这位同兄就跑到通道迎接师父 嗯 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给这位同兄起了个外号 叫藤明藤 他说让同兄记住 你叫藤明藤 以后我就叫你这个名字 嗯 一会儿 他就 一会儿我就叫你 后来师父走进来很快 看到同兄就指了一下 感觉认出了同兄 主动伸手 伸手和同兄握手 师父这次握手力道很大 感觉整个人被震了一下 不像现实中就这样握一下 然后同兄就醒过来了 他就想问师父 他为什么梦中这个人要叫他藤明藤啊 叫他藤明藤啊 嗯 姓藤的藤啊 姓藤的藤 草字头那个姓藤的藤 嗯 然后云是天上的云 就是藤云驾雾的那个云藤 倒过来一下 嗯 这很简单了 像这种就是他 前世的善缘 来 叫他 嗯 想帮他 想帮助他 嗯 哦 是这样的啊 这个人 嗯 这个人一定是要帮助他 哦 知道了 嗯 是 还有这个 也是这个同兄 然后 他做梦 梦见说 孙悟空给了他 不知道什么东西 价值四万多块钱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 也就是记住了一句话 他说 身上地下都知道 我是石头里奔出来的 以后付钱还是做什么事情 就报孙悟空的名字 然后意思就是 大家都知道 不敢拿我怎样 然后他想问 他是不是和孙悟空也有缘分 一定是的 嗯 好啊 那还有什么吗 师傅 没有 没有啊 师傅 我想问师傅两个问题 那师傅 就是有同兄嘛 他那个 想那个设佛台 但是佛台的那个 可能那个放佛台 那个柜子特别小 然后 菩萨像 伸了进框之后嘛 就放不进去 他能不能 束缝菩萨像 然后棍着 再讲一遍 嗯 师傅 您认识的是吧 嗯 再讲一遍 嗯 师傅 就是那个菩萨像嘛 他那个柜子特别小 然后如果 加框的话 那个可能就放不进去 能不能将 菩萨像 束缝一下 然后就直接供着 是菩萨像啊 啊 关心菩萨像 不能挂着的 只能放着 不是挂着 是束缝 还是放在里面 放着可以 是束缝 就是 不放那个 装定框 嗯 我知道 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对吧 嗯 哎 师傅 还有件事情啊 就是师傅 在那个弟子开示的时候啊 就是每一次师傅一讲完 或者是师傅一开完玩笑的时候 然后大家不是会鼓掌吗 然后这个时候 我总归会有一种幻听 就听到那个 大家好像都在说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就很多人在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幻听想出来的 还是真的大家心里都在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没法力不能知道自己想什么的人 都是想出来的 啊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师傅 师傅您累了 对 那师傅您好好休息 晚上早点睡觉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 谢谢你 师傅再见 再见 嗯 师傅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自画自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听众朋友们 感谢观看